北韓飞弹又升空了 这次和上次只隔了一个星期 日本防卫省表示 这两枚飞弹是从顺安机场附近 往日本海方向发射 飞行距离在550公里到600公里之间 初步研判是两枚短程飞弹 8天内两度射飞弹 专家说北韩感受到威胁 原来就在前一天 南韩军方公布 美国核潜舰肯塔机号已经抵達富山 不仅如此 南韩美军还联手日本自卫队和南韩国军 接连进行空中与海上的联合演习 南韩国防部说这次演习 模拟了北韩飞弹挑衅 除了加强探测和跟踪目标 也会强化于美日两国共享军情 TVBS新闻众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